现在目前最新的战况 俄罗斯的攻势 还是集中在北顿涅斯克 跟巴克马特这两座城市 根据了解 目前俄罗斯是动用了 包括榴弹炮 以及多管火箭等各式的武力 对北顿涅斯克里面的军队 跟民众展开狂轰滥炸 但另外一方面 虽然他们也希望能够 在城市的外围来扩大战果 不过目前都还是能够 被乌克兰方面所阻拦 但整个北顿涅斯克 目前的状况还是非常的危急 那么另外一方面 在利西昌斯克这座城市 也一样俄罗斯方面 也同样希望拿下这座城市 但目前还好是被乌军 是我所拦住了 但危机也同样存在 因为利西昌斯克 至少有一条连外道路 已经被俄罗斯方面所切断 另外在卢干斯克州 州长则是表示说 目前他们所得知的讯息 是俄罗斯不断从各地 抽掉预备役的兵力 要前往北顿涅斯克 希望能够很快地 把这座最前线的城市 完全控制住 另外一方面在哈尔科夫 虽然现在没有真正的作战 但是也持续遭到轰炸 在周五晚间 当地就有一座电车的车厂 遭到轰击 虽然没有造成伤亡 但是还是有许多节的车厢 完全被炸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则是在18号 在他2月开战以来 第一次前往乌克兰南部的 尼古拉耶夫视察 这是他在当地 也进入到了地下碉堡 跟当地的指挥官 一起演习战情 根据了解 目前乌军在乌克兰南部 最重要的就是守住尼古拉耶夫 避免俄罗斯军队 能够经过尼古拉耶夫 直接进入找到打到这个 在黑海边的掌口城市奥德萨 而另外一方面 在首都基辅 虽然说现在的情况相对的平静 但是光是要处理掉 俄罗斯之前留下来的 这些未爆弹 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根据CNN报导 他们现在是找到了很多 包括500公斤炸弹 还有国际条约所禁用的 急速炸弹等等的 这些未爆弹 他们只能挖一个坑洞之后 在当地引爆 不过根据他们的计算 大概要有5到10年 才能够完全的清除掉 基辅周边的所有的未爆弹 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俄乌方面可能在8月的时候 展开再一次谈判 因为事实上在这之前 他们因为谈判的条件 谈不拢 已经停顿了好一阵子 但是俄罗斯乌克兰的 谈判代表 则是表示说 这个谈判之前很重要的 就是乌克兰还需要打几场 这个关键性的胜仗 才有办法拿更好的条件 走上谈判桌 好那现在对于乌俄战争 还看不到尽头 根据北约秘书长表示 可能会持续好几年 那这会考验了西方盟国 对乌克兰的支持 再请志伟来分析 的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 日前是向德国的媒体表示说 的确现在这场战争 看起来要围细好几年 但是他也强调说 北约各国必须要能够让乌克兰 知道他会无条件的不断的支持他 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 同时呢 另外就是德国的总理肖茲 在日前从乌克兰访问回国之后 也表示说德国会持续的 这个援助乌克兰 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让普京能够清楚的意识到说 国际社会 习有国家并不会因为 普京已经占领了这些土地 就让一切回到如常 这是普京的幻想 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英国的首相强生呢 同样是从乌克兰出访 回国的时候则是警告说 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出现 所谓乌克兰疲劳的情况 他也强调说 英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援呢 是不会因为战事 拖延太久而减缓 另外他也强调说 英国方面目前已经有一个计划 是要来协助乌克兰 协助训练他们的军队 预计每120天 就可以训练出 一万名现代化的乌克兰士兵 同时呢 他们会接受到 英国现代化的军事训练 包括了战场的作战 还有包括了网络安全 跟基础医疗等等 相信能够对整个战局 有一个扭转的作用 同样希望扭转战局的 就是说 北约也会 目前会打算 在这个月下旬举行的 北约峰会当中 要把俄罗对于乌克兰的 这个军队的支持 再提高 让乌克兰军队 从一个过去 属于前苏联时代的武器系统 能够转变为之 使用北约 现代化标准装备的武器 但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提供武器 目前也是遇到一些问题 像是美国 虽然是先前说要提供给 乌克兰四架 可以搭载地域火飞弹的 灰鹰无人攻击机 但是五角大厦的相关部门 在检视了这批军售案之后 就认为它是提出异议 因为它认为这个飞机上面 有很多敏感的雷达 以及探测系统 如果不小心落入俄罗斯的手中 就会对美国造成非常大的安全威胁 另外一方面 在粮食安全 也是现在必须受到关注的 除了没有饭吃之外 CNN也报道说 现在国际担心的是 在很多贫穷的国家 缺乏粮食 造成粮食危机 可能会导致 类似阿拉伯之春 这样的政治动荡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